多謝Francis 今天給我們機會參與這個活動 多謝大會給我們機會贊助今天的活動 其實不經不覺 明報在香港已經超過了半世紀 明年我們就慶祝我們的55周年 在過去這麼多年裏面 我們都見到香港的廣告生態 或者是Marketer用不同形式去賣廣告 其實都轉變很大 尤其是近年 譬如今天我們會去探討 去講很多e-commerce的東西 我見到都有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機構 是透過社交媒體在網上進行很多的營業活動 或者剛才Conney也跟我們分享過 不單是在香港 其實全世界對於e-commerce的關注 是越來越減的 即使一個產品放在一個數碼平台 就可以超越了界限去到香港以及很多世界地方裏面 去做它的營銷工作 我相信這個對我們做Marketing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亦是很大的機遇 在一個過程裏面 我想尤其是近十年八載 我想做Marketer其中一個幾大的挑戰 就是我們怎樣在有限的資源 很有效率地去做到一張量力的營業成績表 但我也很相信 或者剛才Conney也分享過 就是其實一個量力的成績表背後 一個企業的品牌或者品牌的誠信 或者品牌去給予一個消費者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看到其實做好一個品牌 可能除了令到自己的企業的產品消失得更加好之外 亦都可以拆亮香港這一塊招牌 譬如好像最近我們經常都看到 我自己的Facebook 就被鴨仔洗一塊板 我相信特在就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但其實這隻鴨仔在維港那裏游游游 就不單止是我們香港人看到的 我遠在Vienna的朋友 有一次都在Facebook跟我講 但他很開心 因為在Vienna的報紙 都有講這一隻鴨仔 和他的朋友都跟他說 原來香港的海港是很漂亮的 香港的夜景是很漂亮的 他都很 proud地回答 一個香港就是只有這個海港 就是這麼漂亮的了 即是說其實你一個品牌 當他做它的Marketing工作的時候 不單止是令到自己的品牌 或者不單止是令到自己的產品得到認同 亦都會令到香港這個地方拆得更加漂亮的 那麼我們都是本著這個精神 這個信念 其實在2007年 我們就跟中大碩士理學士課程 一起合作了這個赤月企業品牌選舉 我們都是希望透過這個選舉 令到更加多的企業更加多的品牌 可以放多些資源下去 去打造一個由消費者有信心 令到企業更加對社會負責任的一個品牌 我們亦都希望這個活動 不單止是表揚做得好的品牌 亦都是一個給大家 很像今年那樣的很多Marketer 一起溝通的一個媒體 一個溝通的平台 那麼我們新的一連選舉 由開始了 那麼我們會 今天我們都有一個Counter 有些朋友 我們也有些同事 是會可以解答大家 如果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同事去了解一下 而接下來我們會在這個月尾 中大的選一名教授 都會聯同一些在服務業的品牌 跟我們做了一個sharing的case 大家如果有興趣有時間的話 都希望可以出席我們這個活動 我希望好像今天Francis做得這麼成功 Full House大家都有興趣可以來參與 或者不阻礙大家那麼多時間 我想分享我們去年頒獎的片段 積極企業品牌選舉2012正式賽展 蕭凱恩雖然自小已經失明 但是憑著他堅毅的努力 他代表香港參與了很多的賽事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精神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希望推動香港企業重視品牌的建立 品牌的維護、品牌的發展 因為這個是香港競爭力核心所在 品牌的品質三個口組成 而能夠成功在行業內打出的名堂 也正正是有口戒備 人人贊重的產品和人人贊重的服務 好了 現在開始我們就是頒發 卓越企業品牌評選團各類別的獎項 今年總共有15個企業品牌 在所屬的企業 所屬的商品、服務、零售類別得獎的 接著下來我們會頒發 由評審團傳出的 香港潛質品牌及香港新進品牌大獎 有潛質挑戰相關領導品牌 在過去幾年他們在品牌打造 都有優秀的表現 有請郭交手來介紹一下 卓越企業品牌消費者類別大獎 通過一份結構性問卷 成功訪問了1053位香港市民 調查範圍集中探討消費者 對香港企業品牌的喜奧 和他們的常用程度 frequent usage 國教授要介紹這個 就是最喜愛的大中華品牌 調查範圍包括商品、服務 和零售三大行業 今年共有六個品牌 在情所屬的類似中勝出 香港良心僱主品牌 香港經典品牌 和卓越企業品牌的大獎 即是金、銀、紅、三個獎 香港良心僱主品牌 獲獎的品牌是經評選團 和僱員栽培訓局選出 得獎的企業是 紅福堂集團 如果有機會獲獎 最好獲獎是誰獎呢 這個獎 第二位是 莎莎國際控告人公司 有請 我們做很多charity的活動 對一些員工非常之好 我們所有的員工都落在莎莎 接下來我們就有香港經典品牌 必須有五十年或以上的歷史 擁有世代全程的產品、技術或服務 得獎的就是李錦記 我想亦相信陪伴了很多香港或海外華人評賞 首先很感謝大會 很高興今次拿到這個大獎 再一次多謝蕭琦姐 今晚最高榮譽的金銀銅獎得主 這排的得主是差界別的 又不是某一個特異的界別 是今晚整體裏面的差界別的得主 第一個銅獎的得主 就是周大福 享受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會自己的團隊裡面 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身體檢查 讓這個評審團不停問一些 非常之難、很刁傳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反而是一個過程來的 因為評審團是 原來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專家 是可以釋出我們很多問題 令我們每一次都會 可以有所得著 我們很高興取得到獎 多謝你的本團 多謝各位消費者的支持 我們希望今年是同獎 出點更加進步 獎的銀獎的企業品牌系 新紅的地坦 多謝的就是主辦三位名部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 我想我們這個獎 或者舉辦的一個活動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鼓勵的作用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的品牌的帳其實不是新的 是所有員工和客戶 我們所有的資訊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你們 還有很多火爭 今天就希望大家會積極參與 再遇上你們了 多謝